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昭阳,我是宝玲 你有留意过男生和女生说话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嗯,男生可能不会用很多副词 但是女生会 比如我可能会说 这个好好吃也太好吃了吧 但是我弟就不会说好怎么怎么样或者太怎么怎么样 有一定道理 但这是个人观察感觉不适用于我家 男女的话语还有其他的差异 嗯,那男女生的说话方式不同和AAC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因为要根据身份特点去建立不同的词汇库啊 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沟通模式、身份特点、个人沟通能力 这些都是影响AAC词汇选择的因素 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这些因素 一,口语和书面语 虽然书面语是口语的记录 但是实际交流中 这两种方式在词汇使用上有很多不同 在McGinnis 1991年的研究中 他收集了小学三年级教室里 34名学生的书面语和口语材料 计算了书面语和口语中的词种 词次比 Type Token Ratio TTR 结果是书面语中不同词汇的比例远高于口语 说明口语交流时更倾向于重复相同的词 而使用书面语时词汇会会更丰富 二,学校和家庭 在学校环境中 孩子常常要和不认识的同伴或者成年人交流 那么交流时 即使说的是同样的事件 所用的词汇和叙述模式肯定也是有差异的 Marvin等研究者 曾经记录了五个学龄前孩子在学校和在家的口语语料 只有三分之一的词汇是学校和家庭里通用的 剩下的词汇里 大约三分之一的词汇是只在学校里使用的 剩下三分之一只在家里使用 此外 在不同的课堂上使用的词汇差异会非常大 例如科学课 生物课和历史课 这些不同类别的科目所使用的词汇 是不是都存储到了AAC设备中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孩子能不能顺畅地在课上和老师交流 三,年龄、性别和文化 在英语研究中 有研究发现 和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会更常说宽泛的名词 用模糊的纸称 词汇多样性 句式多样性也更低 从认知变化的角度看 老年人谈话时会更多把自己放在讲述者的位置 他们常常会利用自己过往的经验给现在发生的事情赋予意义 所以老年人讲起时下热点和事件时 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想当年这样的开场白 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话语差异研究非常多 研究者总结过 西班牙、英国、美国 不同地区和阶层的性别差异的话语研究 他发现 虽然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 但男女话语差异很稳定 女性的话题更多关注人 例如个人的生活、人际交往问题 还有家庭需求、书籍、食物、衣服和装饰 男性的话题很多和工作相关 例如金钱、工资、税收、电子设备 还有运动、从军经历等 具体到语法上 研究者还发现女性更常使用助动词 如可以、能以及否定词 四、个人沟通能力 这里我们按实字与否和对实字的需求 分成三个不同的沟通群体 一、是还没实字的人群 例如学龄前小孩 或者没有机会接受实字教育的大孩子 二、是不实字 但实字需求不大的人群 例如有语言障碍 但没有接受文字教育的老年人 或者因疾病原因无法学会读写的人 第三、是实字的人群 未实字人群的AAC工具中 词汇会分成两类 一、完成必要信息沟通的词汇 也称为覆盖性词汇 它的特点是要尽可能全面 例如 即使AAC使用者从来没有去过医院急诊室 但急诊中用到的词与句子 也会收入进来 因为这些是可能发生的 二、帮助他们发展语言技能的词汇 也称为发展性词汇 发展性词汇 是一些患者还不认识 但需要学习的词汇 例如 小孩即将坐火车出门旅游 AAC设备里就可以提前编码火车旅游的相关词汇 像是卧铺 像是卧铺、乘务员、行李架、车票等等 在旅行途中 家长或照料人就可以在AAC中选择出对应的词汇进行教学 小孩的语言发展 除了词汇量的发展 还要学会把词组合起来 因此 发展性词汇的列表里 也应该包含各式各样的词类 让使用者有机会练习不同的词汇组合 例如 小孩除了学会蛋糕这个词 还要学会说 吃蛋糕、做蛋糕、我给娃娃吃蛋糕 这样的组合 根据建议 发展性词汇需要包含以下语义类别的词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不识字的人群 像是重度失语症的老年患者 对于他们来说 词汇选择的重点 就是沟通中会用到的功能性强的词 一些发展性词汇依然会收录进来 以满足不同情景的沟通需要 但是 学习不同词汇组合 不是他们的目标 对于十字人群 他们可以使用的信息输入方式有很多 既可以通过拼音输入 也可以通过笔画或者选词输入 对这一类人群 怎么样帮他们实现有效 而且高效的信息输入 是AAC团队要重点考虑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提高输入输出效率 第一 提高及时性 Timing enhancement 对于交流中不讲求时效性的信息 患者可以用AAC逐字拼写 慢慢输出 这样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但有一些信息需要快速输出 才能实现有效沟通 例如 等一下 我还没有做完 我需要上厕所 等等 这一类信息会需要提前完整的收到AAC的设备里 AAC团队会和患者密切合作 来判定具体需要完整收入的信息有哪些 第二 信息加速 Message Acceleration 有一些词或者信息经常会一起出现 如果这些词特别长 输入起来很费时的话 用文字预测或者略缩的形式 可以缩短信息输入的时间 在后面的内容里 我们会更详细的介绍信息加速的方式 第三类 减少疲劳 Fatigue Reduction 由于AAC使用者很多在肢体上有障碍 日常很可能出现经历不足疲惫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AAC上可以设计不同类型的符号输入方式 例如在患者已经很疲惫时 可以不使用逐字拼显的方式输入 而是直接选择一张图片来表示晚安 说了这么多词汇选择差异 词汇酷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介绍两个概念 核心词汇和边缘词汇 核心词汇指的是一个人群中最常用的那些词 例如20到40岁的成年人 平时交流时最常用的词就是这个群体的核心词汇 核心词汇的来源包括 第一追踪之前使用AAC的人记录他们的词汇使用习惯形成词表 1984年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研究者 记录了5个使用AAC进行字母披写交流的年轻成年人 一共跟踪记录了14天 记录了他们使用的所有词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AAC研究院网站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词表 在这个词表里 最高频的500词占了日常交流总词汇的80% 二根据普通说话人的常用词来建立词表 例如汉语中有现代汉语常用词表 这些资源提供了汉语的常用词 而且给出了不同的词的使用频率 这类来源的词表通常信息非常多 对于AAC团队来说很方便 因为各个场景的词都有了 不过也由于内容全面 可能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是AAC使用者需要用到的 在使用时需要筛选 边缘词汇和核心词汇相对 指的是只适用于某个话题 活动或者人物的词汇 例如解放录 朝阳公园 或者特定的人名 宠物名 获取边缘词汇表 最好尽可能多地咨询不同的人 例如患者的朋友 家庭 照料人 同事 等等 AAC使用者的个人词汇库又可以怎么收集呢 收集个人词汇表的过程 可以是AAC团队通过观察来收集 团队成员运用记录表 记录AAC使用者的语言环境 在这张表中 AAC团队会记录具体的环境 交流的言语对象 以及说了什么话 所说的信息包含了什么 然后根据患者所用的AAC形式 输入较为关键的词 也可以让患者身边的人用纸笔 或者电子的形式 记录患者平时用到的词或短语 提供一个词语清单 像是利用麦克阿瑟贝式沟通发展量表 CDI中的词句分量表 让患者身边的人去勾选患者会用到的词 哇 棒 使用AAC的人需要很多不同的词汇库 这么多词汇库放在一起 使用起来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嗯 我之前做治疗的时候 曾经用过PRC公司Accent系列的一款产品 可以帮助患者建立自己的词汇库 就是使用了Vocabulary Builder这个功能 一旦选择了这个词汇库 界面上就不会显示其他的词汇 这样可以让患者很快地找到自己想要用的词 这个功能确实很有必要 会方便很多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再看 也欢迎在B站一键三连和转发分享 油管用户 欢迎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也在喜马拉雅上上新了 儿童语音障碍的音频版 欢迎大家去收听哦 拜拜 拜拜